医疗也疯狂 老人动手术假牙搞笑脱落 卡喉咙 英国医学期刊最近公布了一项报告 关于一位72岁英国老人 因为一些问题 才发现自己的假牙 已经卡在喉咙八天了 该文章提到这位老人 是为退休的电工 没有吸烟习惯 他因为吞咽困难和咳嗽出血 而被送医急救 主治医生照了他肺部的X光片 从中判断出这位老先生患了肺炎 医生之后开了抗生素和肋骨唇给老先生 就送他回家了 两天后老先生因为喉咙有疼痛感而回到了医院 之前诊断他患有肺炎的医生 用内视镜检查发现他身带上方 竟然藏有金属物 老先生于是告诉医生说 八天前他来医院动手术后 就一直找不到他的假牙 医生从他的喉咙X光片中发现 原来假牙就卡在他的喉咙 不过到底假牙是怎么脱落 卡在喉咙就不得而知 这样的案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美国德州德里斯克儿童医院 麻醉医生间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主席 Mary Dell Peterson表示 在病人的气管里插入管子 容易把他们口中的异物 推到口腔或是身体别处 像是假牙 松脱的牙齿 舌环等 都有可能在手术的时候 被推到不该去的地方 老先生必须再次接受手术 取出假牙 更在接下来一个月内 惨遭出险和病发生的折磨 而被迫接受更多手术 身为医生 在诊疗病人时一定要 仔细听取他们的病例 至于病人该做的事情就是 在动手术前 如果口腔有任何问题 一定要赶快告诉医生 以免成为医疗期刊的内容啊